昨天有说过蓝白一定会合吗 昨天有说过这句话吗 中秋节搭高铁跑行程 柯文哲对蓝白一定合 不多做解释 没想到只是先礼后兵 我们主张由第三方的公正民调 来选出最强的候选人 足以挑战民进党的赖清德 输得退选 柯文哲不再憋气 中秋节突然叫牌 就问侯友宜敢不敢 我们尊重民众党 对于蓝白合作的各种提议 与建议 侯友宜与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始终维持良好的关系 以及友善的态度 侯友宜办公室被突如其来的 站铁下的原地踏步 毕竟执行长金普聪 才说timing is everything 时间点才是关键 这个道理柯文哲更是明白 他就丢一个题目出来 我没有拒绝蓝白盒 他也知道朱立伦要同意 用民调或是第三方民调 来比这件事情 那朱立伦是应该很难 很难答应的 那为什么很难答应呢 因为如果朱立伦愿意 接受这种方法的话 那为什么在国民党初选的时候 他不就这样子处理就好了 柯文哲从民调大幅领先到近期支持度 被侯友宜紧咬 与其被套牢住套房 不如当冲避险及出场 他是在向深蓝阵营的支持者讨拍 也就是说柯文哲不是不愿意合的那个人 现在不让郎白合的责任 或者是这个罪名 其实就是侯友宜跟国民党要来承担 选战即将进入倒数百天 柯文哲亮整合底牌 先下手为强 进行黄轩念志豪采访报道